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没有来过我频道的小伙伴们 也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 这期呢是教大家画这款 bling bling 状容 有点失误的bling bling 状容 因为我想要的是那种 大亮片的那个bling bling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因为这样子反而有那种 很就是那种 它这种亮 反而觉得就是很甜皮肤 很水的感觉 这就是今天的妆容 尽量给你们看 没有星辰的bling bling 哎呦怎么可以扣鼻子呢 喜欢的话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没费走 这个呢就是我新买的那个分笔 不对 这样子的 好期待呀 之前我买的那个Dior的 我最开始试的时候觉得挺好用的 用两三天之后 我发现其实并不好用 这里边是一个垫 然后这样子 解开 按啦 它这个里边刚刚我偷偷的看了一眼 这个垫里边其实是有糖黄 所以你这样一按一按一按 看到没有 所以那个液体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在上面按了之后就可以把它按出来 白的瞬间不结白了 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可能按了点少吧 好轻薄啊 是有够水润 但是不知道遮瑕力够不够 嗯好好闻 我好像有看到效果 感觉这个要很有耐心才能够一点点拍出来 它很湿的感觉 我有点不习惯 真的不同于那种颜色很重的粉底液 它这个真的好浅 要一点一点的晕 但是好像都吃到皮肤里了 其实它并不白 只是让气色好一点 有种BB霜CC霜的感觉 我感觉 我拍了这么久 我才拍完这边 然后这里还没有拍到 哎呀拍好久 好累啊 粉底液就是拿刷子 刷刷刷刷 感觉就很快就好了 但是这个可以装在包包里 方便随时补妆 我虽然现在刚用 但是我已经知道 它应该不能够很持久 粘糊糊的 真的好奇怪这种感觉 就当你在粉底液里面混入了 我面霜的那种感觉 讲真的就跟没化妆一样 所以说这个很适合这种热寒那种少女气息的妆容 但是其实并不白 这就白的话我觉得什么气垫都不好用 我这黑眼圈好串 我拿个遮瑕吧 这个遮瑕是Kiko的 是这样子的 哎呀我手出哈 拔不开 用了老大的劲儿终于拔开了 这样子的是支笔 然后摁 摁两三下啊已经看出来了 啊这有液体 我就用这个镜子 因为它是新的 所以镜子特别清晰 你这个做镜子挺好的 哎呀调人的头发 痘痘不知道能不能遮到 平常我是不会使用这个遮瑕的 因为我平常使用的粉底颜色太白了 这些遮瑕都没有粉底的颜色白 所以这碗也不是白 反正那块会很黄 现在好像野人了 我准备尝试一下 用最柔软的手指来晕开 懒得洗那些刷子 这样比较卫生吧 我准备用那个散粉定一下 然后定妆粉我准备也用它家的 哎这两个长得一样 只不过七条是厚的 这个是薄的 都不知道要上多少粉还能定住 因为脸上很黏 哇这个颜色 哎还行 我看看 哎还行有看到区别 这边我破完粉的马上哑光了 油不见了 你看这边还是很亮的一块 这里已经没有油了 哎还挺服贴的 成功 超满意 把这边也给 这个亮的地方也给拍下去 哎拍又下去了耶 然后额头这里很亮 也有拍下去 真棒 我怎么这么优秀啊 特别是眼影这个地方 因为我上后要用眼影 我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个双眼皮 正来正去的那个褶皱 就不会晕粉 开心 然后 哎我这头发像女鬼一样 特别是素颜的时候好可怕 对不起了各位 我这样子更像鬼 眉毛还是用的这种眉笔 这种头的 从眉头 我看有的美妆博主是从眉峰这里开始画 我还是喜欢从眉头开始画 这样子整整个眉毛这条线都很顺 不是这么感觉了 我感觉眉毛是最好画的部分 可能是我的眉毛形状长得 还行 顺着画就好 眼睛好干的 一线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 我虽然看了一道叶 有的时候我都会用手往下巴拉巴拉 这样子就会往鼻根处走 有点鼻硬的感觉 我觉得眉尾不够清晰 眉尾清晰一点才高级 才是精致的猪猪女孩 这就是右边 赶紧把左边快速剥上 你要感觉我镜头是不是有点灰啊 不太清晰 我擦一下 好像是清晰的那么丢丢 我刚刚的镜头可能确实是脏的 我这个眉笔很黑 因为我头发是黑的 所以我用这个特别黑的也不会显得很不自然 哎呀 这上面 我的眼睛 近视眼真的好难受 因为这个底妆 我虽然铺完粉它哑光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油很油 所以我现在画这个眉毛的时候 因为底是油的 就比平常都有点难画 怎么说呢 这个其调真的是又外又恨呢 画眼影吧 两块用这个 路边看 我用那个颜色 没想好 好尴尬呀 我用这个藕色吧 这次试试 这个颜色 目前抹上去 看不出这个区别 我决定还是换做那个 嗯 这样跑 刚弄点偏黑 涂黄色 涂黄色的看出区别吧 就是这边 你看出区别 挺好的 我们稍微大面积的 用这个涂黄色打一下底 但是我不准备再叠加更橘或者更红的颜色 我想基调就是这样淡一点 然后眼头呢 准备用亮一点的颜色 白色 稍微有一点点的珠光 给下面来一点点 这地方 也来一点和上面颜色一样的 土黄 现在用完那个眼影盘 中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的 我准备用我新买的这个 亮粉 固体的不是那么一颗一颗的珠光 还是同一个牌子的 很好看的 我准备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滑在手上是什么颜色的吧 这个能看到吗 这个地方会亮起来 我多抹一点尝试一下吧 我还会用这个来沾去 我想用这个试一下 不想脏了我的小汗色 我感觉我伤害了我的底妆 我早知道它是这种这么亮 我就不用用我刚刚那个白色了 这个很亮呀 这个它比那个眼影盘里边的那个白色更细 但是并不是小亮粉 我应该把后边也抹上了 然后遮盖住了 我的这个 你看这边我没有画的这个妆还在 这边就没了 因为我想象中呢 它应该是那种很闪的粉 不是那种很细的小猩猩 我本来想呢 是在那个橘黄技术上 变成很闪的小小点点 目前为止 这已经不是纤尘妆容了 我把纤尘给正丢了 我今天要亮粉 我怎么就买不到呢 我下面画眼睛 从眼尾往前 往下多拖转一点 这样比较下垂 然后一个大鱼指角的小勾勾 通通很动漫的感觉 好干的眼睛 这边眼睛挺贵的 但是很舒服这边眼睛 大概 80欧一盒 那一盒里边好像有8只还是6只来着 这都相当于三次兑 然后80欧 一般都是月炮的 所以就是20欧 增长成个8 160人民币 一个月的一些眼睛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国内300多 不是都可以买到年炮了吗 这么比的话 就是 哎呦 干了 这么比的话 100多一个月 一年就是1000多 贵了一点 口红 我准备用亚式兰黛的 这个哑光的 330 我好像以前用过 这个颜色是雾面的 颜色好看 但是它这个雾面太雾了 我短一点 别整蛇了 就有点不太好画 就要来回的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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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 才会上这么一点点色 哎 等一下我要来个咬唇妆怎么样呢 只画内唇 哎呦难看死了 右边画好了 右边画好了 这个唇 马上就有点温孝唇的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的线一定会画清晰 然后这个嘴角后边就会 用很清晰的唇线的感觉 然后反过来用一下这个小尖尖画这个唇线 还挺好看 还挺好看 这个抽黄 有点不好意思 那自己夸自己 我以为我画完了 那才发现我没有画肩膏 没有涂肩膀 跟一只涂鹰一样 还觉得自己画好的 哦对我肩膀膏用的还是Key Key Key 高的 在哪里 在这里 这只肩膀膏也挺好用的 因为它很小 它是特别小的一只 这种就进空气特别少 能用的时间久一点 另外加上我涂肩膀的技术好 又长吧 从正面能看到上面的毛了 把上面涂点 从上往下也涂 因为毛发它是圆的嘛 你从下面涂的时候 其实上面还有地方可以涂 然后再从下往上涂 让它起来 扶睫毛起来 OK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我睫毛涂得真好 好长啊 在发明之前 我再刷一下眉头 定一下眉毛 你看这是眉毛 比这只是不是 有心 OK 这次是真的画好了 嗯 我的头发 今天一书发现长这么长了 能看它有多长吗 总之就是老长老长了呢 这是今天的妆容 见到给你们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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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